下午好 我是家訓 歡迎收看11月19日的百革五報 有留意新聞的你 相信都會猜到 今天各家報社頭條都會是跟緊急狀態有關 新週日報 新海峽時報 太陽報 美日新聞 還有馬來西亞前風報頭條 都給了國家元首頒布沙巴三角石進入緊急狀態 延後原本在12月5日投票的不選 而首相慕尤丁在記者會上也說 頒布緊急狀態 只是為了要展延不選 疫情結束之後 就會立即不選 生活人員在Batu Sapi 並不會成為危機 並不會有警察或警察在Batu Sapi 並不會有警察、環境、環境、環境、社會 公司機構成立ent 与尊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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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沙巴民进党主席沙菲亦也表明 元首颁布紧急状态 是出于关心沙巴居民的健康 他也希望政府能够制定一个日期 让人民 特别是三角时的居民 知道何时会结束 紧急状态 沙巴首长哈芝芝诺也形容 这是明智的决定 因为冠冰疫情依然威胁着沙巴人民的健康 此外 水委会主席阿都干尼也说 水委会将会另行选择日期 举行这一场不选 接着来看其他的头条新闻 南疆商报头条关注了冠病疫苗课题 大马和中国昨天正式签订了双边协议 让我国可以优先获得中国研发的疫苗 光明日报头条则是社会新闻 讲的是森美兰辛邦葫芦顶的家庭悲剧 一名失业的38岁男子在家中玩手机 引起父亲不悦而发生争执 两人发生了冲突 怒气冲天的儿子随手拿起力气 刺向59岁的父亲 酿成是父残案 中国报头条是寻短的新闻 我国从3月18日落实行动管制令 短短7个多月就有266人 因为各种问题自寻短见 平均每一天有一人 武基安曼行政局总监南利丁 接受COSMO访问时披露 数据显示 男死者占了78% 在寻短者的年龄层方面 有53%是介于19至40岁 至于寻短的原因 南利丁说 虽然当中涉及毒品或失恋 但因为失业负债而寻死的案件 占最多 多达25% 接着是家庭纠纷 家暴等因素 因此南利丁认为 新管令对国人的影响深远 人生难免会有过不适的看 但请给自己活下去的机会 如果有解不开的心结 可以联络心灵辅助协会寻求帮助 换个焦点 国内诈骗案层出不穷 武基安曼商业罪案调查部总监 在努丁指出 当局在今年首10个月 接获了5218宗的诈骗案 涉及的损失金额高达2.56亿令吉 当中以女性的受害者占了多数 多数的年龄都超过了51岁 在努丁也提醒所有的民众 尽量不要接听陌生电话 更不要随意转账 因为任何的政府部门 都不会指示民众转账 说到诈骗 近来网络出现了一个 以慈善众筹为幌子的组织 雪州社青团投诉主的主任李文斌披露 有关的组织之前到龙氏私里雪岚的组屋 假借捐助物资的名义 到访目标住家 拍下有关住户的照片之后 捏造悲惨故事 在没有经过 市主同意之下 通过网络向民众筹款 不过市主却分文伟德 有些甚至被身旁的亲友误会 已经获得善款 而不愿意再相助 让市主的名誉受损 无论如何 有一部分的受害者 已经报警处理 今天的午报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